查克是联邦快递公司的一名工程师,由于行业的特殊性,他十分重视时间和效率,工作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。 他听从公司安排到世界各地出差,无暇顾及家人和未婚妻凯莉,但是善解人意的凯莉没有责怪她,每次都默默地在家等待她的归来。 圣诞节前夕,查克又接到了公司的出差通知,在告别凯莉之后,查克登上了飞机,她在飞机上优先自在地看着凯莉送给她的怀表。 完全没有料到危险的到来,在航行到南太平洋上空时,飞机遇上了强烈的气流,直直吹出了大海。 查克在慌乱中打开了飞机上的冲击艇,随着海浪飘到了一座小岛上,岛上荒无一人,到处都是原始的迹象,没有携带任何通信设备,查克只好在海滩上写下了救救信号。 但是一天过去了,海滩上始终没有任何人来救援,只是多了几个随浪而来的快递箱子。 小岛并不贫瘠,这里成片的椰子林让饥渴难耐的查克看到了一次希望。 他像原始人一样用石头砸开了椰子,尽情地喝着甜美的椰汁。 查克绕着小岛走了一圈,发现这是个没有人机的荒岛,或许也不在货船和飞机的航线里。 在山顶,他看到海里漂浮着一个橘色的身影,查克急忙跑了过去,那时和查克同行的飞行员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。 看着飞行员钱包里的家庭照,查克一阵酸楚。 查克解下了飞行员身上的手电和鞋子,满怀悲痛地将他埋葬在一块岩石下,并在岩石上刻上了他的名字,希望有朝一日他的亲人还能找到故人的遗体。 死去的人已经没有未来,活着的人还有选择的余地。 看着怀表里凯莉的照片,查克必须努力活下去。 一天夜里,一个光点在海中飘忽不定,心急的查克认为那是一艘船,立刻坐上冲气艇向光点滑去。 滔天巨浪不断拍打着冲气艇,一下子将查克卷入海底,冲气艇被礁石划破,查克的腿也受了伤。 乌漏偏风连夜雨,一场暴雨袭击了小岛,查克正好抖入了悬崖边的山洞。 求生希望的破灭和洞外的狂风暴雨,让查克筋疲力尽。 他几乎处在崩溃边缘,唯有怀表里的凯莉照片是他活下去唯一的希望。 雨过天晴后,查克将捡来的快递一一拆开,看看有没有能用得上的。 一盒磁带,一个排球,一件纱裙,一双冰刀鞋。 看似无用的物品在查克手中变成了荒野求生的工具。 他将冰鞋当作切割刀,将纱裙制作成渔网,开始过上原始人的生活。 出于最熟识的渴望,查克开始钻木举火,然而忙活了一天都没有成功,最后还将手掌戳破。 愤怒的查克抓起一旁的排球穴器,鲜血在排球上留下一个人脸一样的印记。 查克给排球画上了眼睛嘴巴,并给他取名为威尔逊。 在孤岛上,精神的孤独比肉体的饥饿更加煎熬。 威尔逊成了查克倾诉内心的最好伙伴。 在伙伴的陪伴下,查克终于得到了火苗。 就这样,查克在岛上度过了四年光阴。 他从最初的求生小白变成了一位荒岛专家。 他知道岛上哪里盛成椰子,也知道岛上何时会刮大风。 四年来,好伙伴威尔逊和凯莉的照片鼓励着他撑了下去。 一天,查克在海滩上发现了一个移动厕所的外壳。 外壳的造型犹如一张张开的巨翻。 只要有一张木筏,查克就可以在大风来临的时候离开小岛。 想到这里,查克难以兴奋,立刻动手在大风来临前造了一张木筏。 踏上木筏的那一刻,查克十分激动。 他望着辽阔的大海,又回头看了看生活过四年的小岛,心里百感焦急。 他带着威尔逊在大海里漂泊,他见到了此生从未见到的壮阔景色,也经历了能吞噬巨轮的大浪。 巨浪让木筏支离破碎,捆绑威尔逊的草绳彻底断开。 威尔逊滑下了木筏,飘出了大海。 当查克发现异常时,威尔逊早已远离木筏,无论查克怎么游也追不上。 那一刻,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失落,在木筏上大哭起来。 在他看来,威尔逊并不只是一个排球,而是落难时自己唯一的朋友。 也是另一个自己。 随后几天,查克已经筋疲力尽。 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,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他的背后传来,一个巨大的身影慢慢划过,那是一艘国际巨轮。 查克终于得救了。 查克获救的消息震惊了全国,无数媒体蜂拥而至,都来采访这位有着传奇色彩的工程师。 但是最关心他的莫过他的未婚妻凯莉。 四年前,凯莉为营救查克四处奔波,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。 在众人的劝说下,凯莉停止了哭泣,嫁给了他人,成为了一名孩子的母亲。 查克拜访凯莉的时候,凯莉早已等候多时,他们像从前一样相互拥抱,互相寒暄。 凯莉自始至终还记得查克喜欢喝的咖啡,记得他喜欢的橄榄球队。 更让查克感动的是,四年里,凯莉始终未放弃希望,一直坚信查克还活在这个世界上。 但是查克知道,凯莉已经有了家庭,他不能再打扰凯莉的生活。 在阔别四年的拥吻后,两人申请地告别了。 曾经的查克每天都在为工作奔跑,一次空难却让他停了四年。 四年来,他终于意识到家人和生活才是最重要的,只可惜失去的再也回不来。 告别凯莉,查克的生活也翻开了新篇章。 荒岛过后的余生,查克早已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中,他坚定地走向了自己的向往。